嗨 謝謝你昨天好總之今天瞎談 我是David 我是Arthur 嗨 那個 阿子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是旋轉威士忌嗎 欸 今天是那個爭仙 啊 我懂了 我懂了 爭仙 因為我們這個桌子是圓的啦 中間 所以我們今天要答對了中秋節特輯 今天其實我們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威士忌禮盒的這件事情 中秋節 大家威士忌在中秋的時候 我們到底要怎麼來做 其實要很謝謝這一集的想法 要謝謝老貓貓老 再一次的謝謝我們的好朋友 給我們做影片的想法 謝謝你老貓貓老 那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分享 就是說老貓貓老的留言講說 可不可以建議我們說 在中秋的時候要買什麼樣子的威士忌 送給朋友啦 那其實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說 老實說 買威士忌送給人 我覺得除非對方是喜歡喝威士忌的 要不然我覺得 老實說 我不會很建議你送威士忌給他 因為我覺得威士忌是一個有點挑人喝的 不過我覺得如果這個人喜歡威士忌 或是可能他喜歡喝酒 那他可以接受威士忌 那到底要送什麼樣子的禮盒給他 我們今天就想說給大家一些建議 可以送什麼樣子的威士忌給他 其實我們在通通上可以看得到 像阿神你看這邊就是說 其實你看格蘭菲蒂啦 然後百富啦 其實這都很常看到 還有這個皇家禮炮 Royal Salute 也是都是非常討喜的一些威士忌 然後的這個禮盒 那大部分禮盒其實 就是說為了要去做這一種就是競爭 讓他比較 他大部分就是會送杯子 或者說加一點點錢 那有一個漂亮的禮盒 然後有杯子 不過送給就感覺非常的好這樣子 那我自己看我覺得 當然就是說要是今天 就是說這個人他是 你的預算可能是說是3000多塊 然後呢這個人又是說是喜歡喝酒的 那我建議就是說其實你可以考慮我 格馬蘭的這些禮盒很合適啦 一個3000多塊他要送杯子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格馬蘭的威士忌 那很多的朋友我覺得在這個 在喝威士忌的人 他們可能會覺得格馬蘭的威士忌不錯 不過很多人可能覺得3000多塊 他不太會去買 那基本上你今天送格馬蘭的威士忌 你現在一定會覺得是貴的啦 對 然後大家知道 應該我想每一個人都知道格馬蘭就是 而且是愛台灣的 對是愛台灣的齁 所以這是雙重的這個含義這樣 我們也滿愛台灣的就推薦格馬蘭這樣子 那我覺得一兩千塊這個價格在裡面的話 然後其實 不是那個Johnny Walker 對Johnny Walker的 就2000多塊的這個 我覺得Johnny Walker 21其實也是 因為21年嘛 而且其實Johnny Walker 21也是很不錯的一支酒 我們之前這種蒙影人家說 我們應該把它拿起來做 我覺得皇家禮炮啦 也是21年 皇家禮炮跟約翰走路其實就是21年 其實都在同一個差不多2000多塊的 2000出的這個價格 那我覺得兩個其實都很棒 不過我覺得大家在台灣好像 有一點年紀大人比較偏好 皇家禮炮21年啦 不過兩支酒其實 看起來比較尊貴的 對對對對對 不過兩支酒其實 在威斯基聖經裡面分數都很高 都90幾分 然後呢都是滿好的調和的作品 而且皇家禮炮的品質很特別 對皇家禮炮品質很特別 而且它的禮盒其實都顏色的色彩 你看這邊有花啦整個藍色 有一種神秘感 對 也很有質感這樣 那我會建議其實你要買約翰走路21年 禮流過年買 因為過年的時候還有那個很漂亮的每一年 他們都有一個中國主題的杯子 那時候搭配那個杯子去買限量的那個 物超所值這樣 也許中秋可以送一些皇家禮炮 那在1000多塊我覺得齁 其實有很多家做 像百夫也有啦 然後呢像那個Singleton Singleton 我覺得也是都有 蘇格登 不過我覺得1000多塊我覺得 其實要是問我的話 我覺得我最會是格蘭菲蒂了 1000塊 左右1000出 15年 1518年 而且我喜歡他的這幾年的包裝都有做這個 那隻鹿很漂亮 我覺得很漂亮 還有杯子 很有誠意 有小酒還有杯子 非常有質感這樣 那他這個杯子有多少 1598 對那要是說你今天在1000塊的這個range裡面 那你想要送給這個人 他是滿喜歡喝威士忌 可能是比較 算是這種覺得自己是老饕 那可能你覺得送格蘭菲蒂給他在商業化的話 然後我建議你也許可以去就是說 那個艾倫十年 因為也是有一個連鎖的通路 他們有做艾倫的十年 然後的這個禮盒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通路 他們其實我其實蠻常去看 這個連鎖通路 我蠻常去看他們的 買禮盒我會去那邊看 因為我覺得他們有做很多好的禮盒 那搭配杯子 那整個包裝也是很有質感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要買威士忌 我其實要買禮盒送人 我也會去那邊考慮去看他這樣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一個 大概的一個 在講威士忌禮盒 就是你平常看得到的禮盒的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 不過我覺得還是 要是今天這個對象 他其實不是真的那麼愛喝威士忌 我其實不會真的很建議 送威士忌給他吧 老實說我自己送人我的感覺 送烏龍茶給他就好 送茶也是可以 不過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就是 或者是說 你可能可以就是 比如說像 我覺得氣泡酒啦 然後完之後 或者是說氣泡白酒 或是香檳 或者說紅酒白酒 其實都也蠻合適 但是要是你要送酒的話 或者是有些人喜歡高粱 嗯 最近我們也蠻多好同好都 那天還有一個 謝謝斯蒂文老師來找 我還特別拿了一罐高粱酒來 好 就是說其實高粱也是蠻不錯的 一個送禮的東西 要是你真的是太喜歡威士忌 然後呢你覺得你送人家禮物 沒有送他威士忌的話呢 那我跟你講 有一個東西 我們有幫你找到一個蠻不錯 佐治康也是我們的好朋友 然後他們的 就是救生男餅店 他沒有這個 完全是我們自己 就是喜歡跟大家分享 這是 救生男餅店 今年也有做一款 跟葛瑪蘭合作的 威士忌禮盒 他這邊有三個今年的口味 葛瑪蘭的威士忌 就是他是用葛瑪蘭的威士忌 裡面總共有三個不同的口味 你看就是說有這個 椰香葡萄 陳宇葛瑪蘭的這個 No.1威士忌 就是這一罐 那個是徵選威士忌 然後呢 另外一個水蜜桃 水蜜桃這個很特別 加上那個 葛瑪蘭 寶點威士忌 寶點 寶點 寶點是這一支 然後另外還有 葛瑪蘭的經典威士忌 就是可可加葛瑪蘭的經典威士忌 所以呢就是說 那其實我有吃過啦 那我吃過我覺得他的口味 其實需要是你今天 就是說 不是真的很愛喝威士忌 他的威士忌味道其實不夠強 我覺得是淡淡的 就有一個香味不夠不夠強 但是你很喜歡威士忌 絕對不夠 所以我就是比較屬於這樣 所以我們想說 我們就自己來加強 放大他的味道 來把它搭配 來做這個 所以我們是蛋餅 然後淋上去這樣吃嗎 你可以這樣吃 我配就好了 我配就好了 或者是一杯 然後蛋餅 那個 那個月餅放進去 攪一攪再喝 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我們都沒有業配了 你知道我們都沒有茶 所以要打電話來 我們真的就是產品殺手啊 我想說幫我們的這個 你知道就是說 那個救政男的那個Richard 他今年其實有送我們一盒餅 然後他非常有 他送今年最貴的那一盒餅 我收到的時候我覺得 哇好感動 然後我看目錄說 怎麼他沒有送我威士忌的 所以我就是好自己去 當然要去買 這個是自己買的喔 不是跟他要的 自己買的 因為我們做產品測試 要買的才是踏實嘛 對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救政男 葛瑪蘭的這個 喔我喜歡這個名字 醉月威士忌月餅禮盒的這個搭配 對 那所以你要變你的魔術 60年代各位請 現在各位跟我回到60年代 那阿瑟要為大家 阿瑟要為大家 阿瑟要為大家變這個 這個月餅出來 請大家看好喔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你可不可以順便變一關麥卡 的M 有 葛瑪蘭 對 我們 我想看你怎麼接 好吧抱歉啦 我們修得對葛瑪蘭 那你可不可以拜一塊葛瑪蘭 十年單一桶 我們先切入今天的主題 對對對 一個一個來 好一個一個來 好來囉 好厲害喔阿瑟 這個魔術不管我看幾次 都還是覺得不瞭解他的 而且重點是他厲害的是 他不只變出來還把包裝拆了 哇這一點是真的耶 哇 對對對 不過你確定衛生嗎 你這個魔術 衛生剛才 剛才有看到多皮在消毒 OKOK好的好的好的 那我們可以 我們就來為大家品嘗一下 然後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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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配 OK好來 好把它切了 來可不可以再拍一下再變切好了 可以沒問題 好 哇 這樣子你有開心嗎 有 開心了開心 OKOK那就好 這已經切完了 謝謝Arthur Patterson的60年代的魔術 沒問題 要不要申請一下專利 要我覺得需要 等一下要是那個在看的那個 對對對 我覺得需要 學走的話這樣子 你就大家都這麼做了 那怎麼辦 對 這算是你這個 不過我本身喜歡分享 所以才會 對對對 我真的喜歡 用這個方式敗話 真的是 你很快 你應該去同身過舞台工作的 非常的厲害 我馬上就是要連過去 不過我們有盡力了 我們本身喜歡分享 對對 不過你知道嗎 剛才我站在line上面 分享兩分鐘就 對 因為我們愛分享 所以很快就沒了 對 沒有秒殺 但是有分殺 我們來試試看 第一個這個要試的這一個是 這個椰香葡萄 Oh sorry Oh my gosh 椰香葡萄配葛馬蘭的 征選No.1 我知道你會不會覺得說 要是征選No.2就更棒 對不對 我知道你很愛征選No.2 No.2是比較木香的 對比較木香 比較波本一點 當然No.1還是比較果香 欸是喝 是吃月餅配威士忌啦 不過你要淋上去也是可以 你可以把你的 你可以把月餅丟進去威士忌 然後整個喝下去這樣子 OKOK 好來來來來 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很特別 所以這一集應該算是 中秋禮盒還是一千塊以內威士忌 不過這兩罐沒有一千塊以內 抱歉 還是說這一集應該放進去搭配 它有葡萄乾耶 葡萄乾 因為它這個是椰香葡萄 椰香葡萄 我們來喝喝看 所以看著它的側面 是真的是有一些這種 我們是先喝還是先吃 欸其實聞起來是有威士忌的味道 對啊 掉了 我覺得就是先放進去嘴巴咬幾口 然後再喝喝酒 我有聞到那個果味葡萄乾的味道 欸對啊 因為我看到它了 其實它兩個是有搭配的 欸你聞這個你就會聞到裡面有 除了奶香之外有一點點威士忌的味道 淡淡的 有溫 我有聞到它蛋的味道 嗯 好的好的 下次吃吃看 這月餅其實不會很甜 而且皮好薄喔 現在流行醬大家喜歡餡 不喜歡那個皮 欸其實滿搭的耶 很搭耶 很搭齁 哇 哇 真的哇 欸我覺得這樣搭好棒喔 很棒齁 對啊對啊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我建議就是說 就是能賣這個禮盒應該順便送三罐酒吧 重點的建議就是這樣 送小瓶的就好 對啊小瓶的這樣就更有 好 沒問題沒問題 我剛剛吃的時候我就 其實威士忌的味道說實在沒有 可能因為我剛剛已經先聞了 對 所以這個味道可能就是比較濃烈嘛 對 所以我在聞月餅的時候 其實沒有聞到太多 對 然後我吃的時候就 就有點 甜甜的啦 就月餅這樣 然後我一陪下去 哇 對 很那個齁 意外的很合耶 我沒想過 月餅跟月餅那麼搭 我在猜他們當初在設計這款月餅的時候 應該是有做下來討論 我應該問一下那個 味道有去研究過 就是說我相信一定有 然後再去看哪一款合 然後才去做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樣來做 其實只是在加乘威士忌的比例 對層次 整個層次被拉出來 對它應該搭配起來是很合適 非常合適 不過我覺得就是 好順喔 對對對我覺得威士忌搭配 食物就是真的絕配就是這樣 而且不會膩耶 不會膩喔 因為它 很危險耶 對真的危險 不會膩真的是蠻危險 真的不會膩耶 好 好棒喔 麻煩接下來第二個 麻煩你拿餅我來倒酒 你看各位我們真的是很用心 這個是剛才 我們拍之前特別去買的 而且還真的很可愛 它有一個 你知道我去 你知道我剛才去那個 台南葛瑪蘭的這個 專賣店在中正路上 然後進去裡面 我就跟他們兩個人講說 跟那個第二人講說 為什麼你們這個店裡面 都沒有放音樂 因為裡面就是很像銀行 很沉重的氣氛 對 我想說是賣酒的地方 為什麼沒有放音樂 我就建議他們說 建議他們跟主管說 你們要放一下音樂 後來他怎麼回 他說 我覺得我是為他們爭取 因為他們兩個在那邊工作 都沒有音樂也會覺得乾乾的啊 結果他跟你說 其實我們是有白酒的銀行 這小老店 為什麼是有白酒的銀行 你剛不是說那個 又不是銀行 喔 其實我們是有百威士忌的銀行 了解了解了解 OKOK 我不知道怎麼回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試這個 我覺得我先 水蜜桃 這是水蜜桃耶 我這次先聞它 好好好 先聞它再聞酒了 才不會馬上酒的味道太強 有聞到水蜜桃的味道 不過 有聞到那個 那個餡那個 豆泥的味道 對 綠豆泥 有一點那一種 水果乾的味道 不過不會很甜 聞起來其實不甜 然後搭配酒 我可以了解 為什麼他會選這一款搭耶 其實PODEM 這罐我好像沒有喝過耶 這罐PODEM我其實也沒有喝過 它是46% 它聞起來有點油油的 很濃郁的那個果味 好喝吃吃看吧 你可以剝的時候聞一下 這樣 我覺得我其實蠻想說的 蠻搭的 要喝下去看 搭耶齁 而且我覺得最特別的是在尾韻 嗯 就是 它這一 這一支 威士忌的那個尾韻吧 它後面的那個 豆子那個味道 再給你勾上 勾出來 嗯 特別強調 這瓶比較烈一點 然後它在尾韻的那一個 我覺得很特別 好厲害喔 其實蠻搭的耶 嗯 我覺得蠻搭的 他們在做這幾款真的是有 我覺得是有搭配 那個搭配其實是 不是說就是隨便放一下加個 它其實是有用心下去 我覺得有用心下去 規劃 就是它不會把它的味道吃掉 對對對 就是有時候我們都會看到 酒的產品它就是 譬如巧克力加酒 有時候它就只加個品牌 不過我覺得這一次他們在味道 我們這樣配我覺得是 有用心的 我覺得就是 我其實吃起來 我覺得他們是很Harmony Harmony的 嗯 就是很像它的空隙 欸它來補 就是你吃下去的時候感覺是 好像兩個旋律在你 在你的嘴巴裡面去 去平衡這樣子 是是是是 我覺得很厲害 好吃 好吃 嗯 而且不會太甜欸 你有沒有覺得不會膩 那加了威士忌更不膩 更不膩 而且它的尾韻有一點點煙韻味 這部分是經典的 格馬蘭經典 也是新的 就剛好它的縫隙 味道的縫隙都被 都被填滿了 對 整個都被填滿了 對 就是你說沒有錯 就整個就是抓得很緊 對 融合起來 的確是 好 來這個是 我也很喜歡它上面的這個印啊 就說像這個是蒸餾器 對蒸餾器 跟橡木桶 非常的 就是 威士忌愛好者看得非常的討喜 對我剛剛看了我就覺得 非常討喜 這個有用心 有用心 對啊 這一款是可可的 然後加配 搭配 蠻那個的 其實很多人都說 巧克力也是蠻適合威士忌的 我們來試試看 它應該是可可跟那個紅豆齁 它沒有寫 還是就可可而已 應該是可可 它應該是不一定有加紅豆的餡 我猜應該是沒有 這幾年就真的有一些產品其實做巧克力都蠻好的 把一些西方的元素帶進去重視的餅裡面 我覺得是蠻好的 像他們過年那個老做巧克力的 哇好好吃 這隻很比較木頭的味道 對耶 的確木桶味很那個 來吧 試試看吧 讓我試試看 讓我試試看 木桶味一下 它那個巧克力的一種味 嗯 哇 我覺得還是一樣 平均的很好 對啊 很好 這樣子吃月餅真的很享受耶 我說真的 而且它 尾玉有一點點那個波本的味道 嗯 哇 哇 哇 你覺得這三個搭配起來 你最喜歡哪一個 你覺得很難選 很難選 都太喜歡了嗎 都蠻喜歡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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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很獨特 很獨特 難得阿瑟帕德選不出來 第三個是比較那個 比較偏波本 對 第一個就很 很水果 然後第二個是 就是有一點那個 有一點點煙燻 對 我覺得三隻都好特別 對啊 我覺得你說的很對 就很難選 因為三隻其實風味是有不一樣的 它的整質感 它的整個風味 那三個都很融合 都很好 而且都是 都做得還蠻好的 整個的平衡 我覺得第一隻的非常順 然後 就是整個平衡的 跟那個 跟月餅整個平衡 跟搭配的非常好 對 然後相對起來 我覺得 也比較沒有感受到那種 那種 那酒的那個桶味 反正後面兩隻有 後面兩隻比較有 對 比較強一點 然後就是這一隻 它的那個 就是它的那個尾韻 就是把那個味道 再給你勾出來的那個 對 後面然後 後面的尾韻的時候 印象蠻深刻 然後那個 最後一隻 它跟巧克力融合的那個 也是 對 我覺得 很特別 就是他們的 彼此的那個 香味不會去 不會去打到對方 對 對 我其實很開心看到 這一次有兩個 都是台灣 很經典的台灣 就在那間隔馬南聯合 來做這個月餅禮盒 對 我覺得剛才這樣喝 其實要建議他們以後 應該是要兩個產品一起 我覺得他們如果搭配這種 小隻的 這樣喝 對啊 我覺得威士忌其實 跟你全喜歡威士忌的朋友 這樣吃月餅是 就可能它加什麼 新場月 加購價什麼 對啊 我覺得我們今年我們家吃月餅 我照說應該還是會這樣再來一次 我們都來 我覺得跟波本不錯 對啊 巧克力跟波本 對啊 其實剛才我覺得這個特別的 因為巧克力就很搭威士忌了 然後 統味跟兩個強調 那個smokey的味道 而且 經典的格馬南 後面的那個 波本的那個味道 吹起來 吹起來 對 其實我覺得這三隻的那個尾韻都 都 我覺得都不錯 我覺得我們改天應該花更多時間 來研究格馬南不同的系列 不同的款式 嗯 對 不過我覺得需要博框的方式 需要分享 對 要不然的話 我們需要分享 就可以了 OK好 謝謝各位 那我們接下來看就是 那個我們的 留言 好童話時間 不過我說真的 我上禮拜在看這個 首播 哇真的是 感覺好棒 最高到72個人 然後就是說 大家在看首播 就是好像是一群朋友 在一起在那邊 hang out在聊天的那一種感覺 而且更好 你知道還沒有開始之前 就已經有好童話在那邊等 然後我發現都已經都聊起來了 這個禮拜 Alpha Chrome 哇 他講了好多 來阿成你很快念一下好不好 現代雪莉桶嚴格一點的名稱是 用雪莉酒入過的桶 玉書雪莉酒 成年威士忌的雪莉桶是玉書桶 而不是今 剛80年代西班牙 Alpha Chrome寫得非常的棒 不過真的有點強 非常有知識 非常的棒 那我覺得我們把它放到臉書啦 Alpha Chrome麻煩讓我們轉PO到臉書 所以你想看的話去臉書看 不過我覺得 他的留言就是真的好 謝謝我們的好投稿在留言 是這麼的有知識性的 對對對 這麼的用心齁 我覺得其實建議大家有Chrome的話 其實去看一下留言 真的有蠻多的東西 都是蠻有 我覺得是蠻有 蠻蠻蠻棒的啦 就是 感覺比較像一個論壇 對對對 就大家都很用心去留 就是其實是蠻值得看 我們其實看大家的這些留言 也都學到蠻多的 所以謝謝Alpha Chrome 剛才的那個留言 這一次謝謝 特別謝謝第一個 Paul Peng 他浮出水面 然後呢他說 他自從三個月前透過演算法 開心透過演算法 看到這種影片 看到第一部我們的影片 他覺得我們真的是很好親近人的一個頻道 看了非常喜歡 覺得每個禮拜會期待你們的影片上片 然後一個月前正式追蹤 太開心了 謝謝你 其實我覺得很謝謝Paul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也回應 就是Sasha這邊有一個confession 你看他來這邊告解 他說Sasha說我有confession 我其實之前一直沒有訂閱這個頻道 因為他覺得我們一開始似乎什麼果香花香 什麼很dry 總覺得兩個人要做專業的YouTuber 形容詞要更廣泛一點 更生動一點 我覺得說那不過他有說 短短幾個月我們的功力有加強 尤其是Arthur Patterson 真的 這裡真的是很歡樂 然後可以聊天互動的頻道 不過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 大家一起學習 我們其實也有越來越進步 越來越熱愛 Arthur Patterson 真的是進步很多 真的 他嚎嚎嚎嚎嚎 我來趕快自拍一下 那個修行再個人 其實那一句就不要講了 修行再個人講就好了 純經講的句話也是很棒啊 我很感動 他說個人超愛威斯基酒場之旅 一邊聽故事一邊看你們喝 一邊想像 我自己很喜歡 其實威斯基的故事 一直都是我們很欣賞他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棒的 Potion 的這個留言也非常的棒 他講到說 因為我們上一集是介紹這個 那個 那個 Compass Box 威海 威海指南針 威海指南針的這個 麥芽威士忌的一個酒 威斯基 maker 威斯基 maker 威斯基製造者 製作者 那其實很開心 Potion 他有感覺到說 就是他覺得說就是 有跟我們一樣看到他們的堅持 又被感動 其實也是因為這樣我們去特別推薦他 因為覺得他其實 不是那麼的 因為他推廣 廣告不是那麼的多 因為他畢竟 比較獨立的公司 不過我們覺得 他的這個思維 把看中酒桶 看中實驗酒桶的可能性跟熟成 我覺得這是 我們覺得是很對的一個方式 那Potion也說 希望改天台灣也有人來做這件事情 對 謝謝Paul Paul Liu講說 他覺得 現在每看一集跑 酒磚一次 可惜我們沒有開酒磚 不過很開心 你越來越多的開心了 好 就是說拍片越來越自在 為我們感到開心 謝謝你Paul Liu Sasha Lin這一集有講到 這一個艾爾蘭威士忌 蠻多的我最近 就是我們的好多話都有講到 我們其實有在準備 然後就是艾爾蘭威士忌 不過再給我一點時間 我們還在research 因為我發現 大家的這個留言 我發現我對艾爾蘭威士忌 好像一直都還沒有那麼熟 因為老實說 我覺得 Gemerson跟Bush Mill 就讓我非常非常的滿足了 所以好像也都覺得 就是那 不過我最近開始接觸到 那個紅鳥 Red Breath 開始覺得 其實他很有個性 所以期待之後再跟大家分享這個部分 志凱好好笑喔 你看他留這個 他剛才才留 王沒有回他 他說 現在越來越多酒廠在玩過銅藝術了 海薇指南針得不滿多的 幫大家廣告 麻煩海薇代理商聯絡好總監 這樣子 威海 威海 對啊 所以再次我講 就是說 謝謝志凱對我們的支持 就是滿好玩的 這個流浪漢威士忌 他有講到說 威海指南針 還有一瓶泥梅怪物 然後 Pete Monster 其實我也很想要試這一瓶 不過 他最近其實才 我其實之前都比較沒有看到這一支酒 因為可能在 像剛才志凱說的 在北部鋪得比較廣 在南部其實還好 所以我覺得我之前還沒有找到 不過這一支我其實 最近好像知道哪裡有在賣 我也會去把它買回來 那其實我覺得也許 之後我們找到幾支 大家想要 就是在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在做 那個威海的這個 Part 2 也許了 David有一個滿不錯的 你怎麼沒有 對對對 抱歉抱歉 那個Paul Shen 對對對 Paul Shen說 原來我講了我講比較 你講不好 你講自己賣自己的這個 我來幫你講 對 抱歉 哈哈哈哈 我真的是太愛Arthur了 就是Arthur的這種 就是自我感覺非常良好 就是永遠都是 就是 最最重要的 對對對 今天我知道整集Arthur 最想要聽的留言就是這一個 對對對 我來念一下 Paul Shen說 尹普男神 哦 普引男神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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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重要 抱歉 他說呢 要為Arthur封 普引男神 麻煩要鼓掙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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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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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你又比較開心嗎 哈哈哈哈哈哈 不過沒關係啦 開心就好 不過我覺得大家這樣講 是因為看到你的進步 對 okok 真的是以你為榮 真的喔 其實我最近有人在講說 回顧我們 因為像Sasha 真的是有一點感覺他太熟了 他叫我們說回去看之前的幾集 有沒有覺得有點尷尬 一開始的這種狀況 都還不認識 其實真的沒有見過我們就已經在開我們玩笑 損我們了 其實不會尷尬 連開都不想開 那不過 其實我說真的 有時候我回去看的時候 我真的會覺得Arthur真的進步很多 你聞到什麼味道 很濃的酒精味 酒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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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對 我現在有更尊重大家喝到威士忌的味道 這點是我有進步的 我覺得我希望大家其實威士忌喝的時候 真的不要太看價格啦 你喜歡或不喜歡 那這是我覺得 你覺得有酒精味你就大自然的吧 所以有酒精味 對 Just be yourself 那就是我覺得威士忌本來就是 想說我覺得這是我們要推廣的一個價值 今天三支 今天三支都沒有酒精味 對啊對啊 OK好謝謝謝謝 不過對你要講一下 要不然你還是要講酒精味 大家就是想聽你講有酒精味 對 但是今天這三支都沒有 沒有酒精味嘛 好吧抱歉 現在酒精味變成 沒有酒精味 比較可遇不可求了 可遇不可求了 好吧 那大家繼續看下去總會會有報導 我覺得我下次再去問一下 我就直接問酒菜 這支有沒有酒精味 我要買有酒精味的酒 因為大家想看 聽Other Parkinson講有酒精味 然後他就會給你一瓶要用酒精 謝謝大家 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繼續的我們繼續的 再去發掘更多威士忌的好 那也祝大家就是說在找 那個中秋送禮 可以找到很棒的禮物 那有什麼想要再更多了解 或談的麻煩就在留言 或是在私訊給我 謝謝大家 好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 我們是郝總監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你還有嗎 翻翻眼時間到了 可以幫我拿 這個也太滿了嗎 這個魔術 好 OK好 好了交給你了 OK 原來你的魔術是有助手的 你也是有助手的 是嗎 可以走 可以走了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